欢迎大家回到楼振峰生活频道 有些朋友喜欢在家装兵器作为摆设 又或者刚好你学完太极剑上的地方 摆好你把剑 到底摆剑的时候风水上有什么要注意呢? 今集我们讲一下 圆门挂剑 在家裏放兵器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凡是摆出来的摆设 如果本身大有杀气 都会对风水有所影响 所以兵器内绝对会影响你家裏的风水 我们挡杀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用尖业的植物 又尖又长用来抵挡杀气 相对来说 又尖又长的兵器 例如剑、枪这类 自然都具备挡杀的作用 亦都间接会令你斗杀 首先剑本身的用途 就用来伤人甚至杀人的工具 所以无论开封或未开封 我们都视为大有杀气 他的杀气而且是异常猛烈的 所以除非屋主 从事军警或偏满生意 这些需要杀气极重的行业 否刮剑未必适合你 因为刮剑很多时候 令你家裏容易多血光 就算屋主本身杀气够重 都不等于你家人可以顶得到 简单来说 只有你全家人 缺金和命格比较强 不怕杀气 才能摆放兵器作为摆设 否刮剑本身杀气 否刮剑本身杀气 有时候风水叔叔会建议你 如果大门对正电梯门 或大门对大门的时候 就可以在圆关挂剑剑用来斗杀 基本上我不反对这个做法 但当然有更好的做法 例如你家裏对电梯门的话 就在大门里种水种的植物 利用电梯以金生水 金生水水生木 旺回整个气场 一举两得 就好过斗杀 亦都符合了我们不双斗的做法 所以大门对大门 倒是不好把剑 斗杀我就不太鼓励 平时落个门脸 在屋里种植物 又产生气场用来挡杀 所以冤家而解不宜揭 大家双斗始终不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like, share,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 选择全部订阅 这样我们一有新片 便会通知你了 如果你对影片内容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讲 又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 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大家